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发布了体育总局排球中心 关于公事巴黎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的通知 袁新月 朱婷 张长宁等 入选中国女排队伍名单 中国女排出征巴黎奥运会的名单中 汇聚了当下国内女排老中青的精英球员 其中有朱婷 丁霞 这样征战两届奥运会的老将 李盈盈 王媛媛这样的中间力量 也有庄宇山 郑一新这样的新人 中国女排在本届巴黎奥运周期 继续进行新老交替的工作 在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的带领下 新一届中国女排主力阵容成型 在本次出征奥运名单中 朱婷 张长宁 丁霞 袁新月 龚翔宇等 是参加了李约东京两届奥运会的老队员 朱婷是东京奥运周期的女排队长 袁新月在巴黎奥运周期担任女排队长 此外 龚翔宇 张长宁 丁霞 不但是中国女排多战术体系的重点队员 也是提升中国女排整体深度的重要力量 巴黎奥运周期 蔡斌接手中国女排率印 继续郎平之道从上一任开始的新老交替选材工作 随着七仙女主力阵容成型 中国女排一度在2023世联赛拿到亚军 取得参赛以来最好成绩 她们仍将是中国女排出征巴黎奥运会的中坚力量 商与付出的张长宁 朱婷成为七仙女阵容的强缘 李盈盈 王媛媛 刁林宇和王孟杰 在巴黎奥运周期随国家队参加了多项国际大赛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成长为球队的中坚力量 李盈盈 王媛媛 王孟杰参加过东京奥运会 在巴黎奥运周期仍是主力选手 在中国女排快速多变的战术体系中 肩负起进攻 篮网和防守重任 刁林宇在2024世界女排联赛分战赛中 排名二传榜的第一位 朱婷等提升女排战术深度 朱婷 张长宁和庄宇山的加入 将提升中国女排战术深度 对于朱婷来说 这次征战奥运的心态最轻松 在帮助中国女排完成式联赛 澳门和香港战比赛后 朱婷完成了与球队的磨合 在奥运备战间隙 朱婷连续收获好消息 一甲俱乐部科内利亚诺官方宣布 将在新赛季签约朱婷 此外 朱婷顺利完成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 第三次出征奥运会 她的表现值得期待 本届式联赛 也是中国女排的奥运资格赛 张昌宁显示了老将的价值 吴梦杰 庄宇珊等 则作为新生力量 帮助中国女排不断成长 式联赛期间 吴梦杰多次首发登场 表现出色 庄宇珊在式联赛香港战 与土耳其和波兰两支 世界一流竞旅的比赛中 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 就有稳定发挥 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 年轻一代的技战术能力和朝气 将是中国女排最大的底气